超广角镜头其实是非常难驾驭的 比较的难上手 所以很多小伙伴买来之后呢 就会发现哎呀太难拍了 很不容易拍出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 看别人都拍的挺好的 但是自己拍来拍去总不是那个味儿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五个 使用超广角镜头来拍摄的小技巧 让大家更容易出片 今天的拍摄演示 我将使用这只哈苏最新推出的2035超广角镜头 来为大家做演示 它的等效焦段是16到27毫米 它可以兼顾大场景的风光拍摄 也可以捕捉街头的人文小景 是我在日常拍摄中很常用的焦段 体积和重量适中很适合城市旅行 走在街头别忘了抬头看看 特别是在城市里建筑密集的区域 利用超广角放大透视变形的这个特点 让这个建筑呢看上去可以更夸张 效果更震撼 如果对自己这个构图没有太大的把握 那我认为就是老老实实的把建筑放在正中央 这样肯定是一个能及格的大卷 在这构图呢 左边这里空的就会有点稍微的太多了 这个建筑和这个弧线之间的搭配比例好像也不是很完美 所以稍微的移动一点 就像旁边移动一些呢 等它周围的这个比例搭配 看起来不要太不协调 要拍的这个主要的建筑放在画面的正中央 然后再去左右的旋转或者是左右的移动 来调整它周围的这些建筑与它进行搭配 但是我会永远的保持 我认为最重要的这个建筑在画面的正中央 中央构图有的时候呢 会让画面显得比较的单调 那利用长曝光把云拍出拉丝的效果 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 作为一个超广角镜头 非常难得的就是这个镜头 它是77毫米口径的 所以我手上的所有的滤镜呢 还可以继续的使用在这只镜头上 非常的方便 我只需要这样的一个转接环 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我现在的滤镜了 三角架是咱们在低角度仰拍时候的好帮手 特别是夜晚暗光环境下 有了三角架的加持 使用低ISO可以让夜景更干净 你看这张就是相机直出的原片效果 遇到线条感非常强的建筑时 不妨试试对角线构图 就是把线条的两端刚好放在咱们这个相机屏幕的两个斜对角的角上 利用超广角镜头的这种拉伸感 让它的线条更有立体感 对角线构图法无疑更适合这种线条感非常强烈 很明显的这样的建筑 所以说它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建筑 但是这不妨我们进到一个建筑里面去或者在建筑外边 尝试不同的角度来拍摄它们 所以说除了把我们想要拍了这个建筑放在正中央的中央构图法以外 我们还可以倾斜一下角度来尝试一下更酷的对角线构图 通常画面的中心位置是我们想要表达的这张照片的重点 如果有合适的条件 咱们可以利用一条或者是几条线放在照片当中 特别是在前景的这个位置起到一个视觉引导的作用 它可以将观看者的视线引导到我这张照片想要表达的这个重点上 这个引导线它可以是任何的线条 无线的效果我认为是最好的 比如说城市当中这种有一点蜿蜒曲折的道路 还有就是这种楼梯地上的线 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引导线起到类似的作用 超广角镜头的一大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宽视角非常的广 这样会拍进来很多不同的元素 特别是在城市里边我们一张照片会拍进来非常多的内容 这样会让这张照片的视觉非常的松散非常的乱 所以这就是它不容易出片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规避这个问题或者说很好地利用它的话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的照片呢更出片更刷眼球 超广角镜头由于视野比较广很容易让画面显得空旷 那么利用前景中的其他元素拍出一种有边框的感觉 可以很好的弥补画面中留白太多的问题 那同时呢还可以给照片带来更好的空间感和代入感 那如果我这样拍摄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风景 但如果我可以加入一些周边的元素的话 哎就可以看出我这是在船上拍摄的 在拍摄的时候啊注意要缩小光圈 让前景的这些边框呢保持适当的清晰度 在城市街头拍摄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很难去找到一个非常抓眼球的前景 或者是很适合的有边框感的这样的元素 加到我们的照片里边去 所以大多数之间呢我们可能就是在街上这样光秃秃的拍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手上有三者下的话 就可以尝试的去利用长曝光的拍摄手法 将这个车轨的效果给它保留下来 这样呢可以让光秃秃的地面变得有趣一些 那么边框的这个小技巧呢 其实它就是我们觉得这张照片里边哪空 那我们就利用其他的东西来填补这个空的区域 除了车轨可以让地面添加一些有趣的元素之外呢 咱们还是可以利用镜面映射的效果 比如说你看地上有一滩水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尝试降低相机的高度 把水的这个反光拍摄进来 或者呢是街边的店铺的这些玻璃窗都是可以被利用起来了 那么通过玻璃窗我们可以拍到左右反射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效果 在拍摄这类照片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把我们的相机镜头贴近这些玻璃啊 或者是水面 还有呢就是使用比较广一点的焦段去拍它 这样才能同时把反射的这个部分和实景把它给连接起来 让它形成一个左右很好的过渡和延伸 当然同时如果我们还可以加入引导线或者是长曝光等等一些更好玩的元素呢 就可以让照片看上去更特别一点了 这五个使用超广角镜头拍摄的小技巧你都get它了吗 超广角镜头在拍摄人像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当人脸越靠近边缘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变形 所以我们使用的镜头焦段越广那么就要把人的脸放在比较靠近中央的位置 如果放在边上您发现它已经变形了那就改变构图 把人脸放在比较靠近中间的位置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在使用超广角拍摄人像的时候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拉长人腿 让腿看上去稍微的长一点 所以说合理运用超广角的优点 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照片拍出更好的效果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艾迪 咱们下期见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